去4S店维修车 却被修成水淹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记者陪同王先生 来到了河南英之义 郑州中州大道店 根据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 提供的车损确认书上 王先生的车 确实是以水淹车打包维修的 维修公时费为61800元 然而王先生对维修公时提出了异议 从王先生提供的照片当中 记者确实发现 拆卸安装车厢内部地毯和晾晒地毯这两个项目 分别都是200个公时 公时费都是10518元 里边这台公时 每一项的公时是由咱来订的 还是由四载店自己来订的 那时候因为水淹车比较多 我们不可能说一台一台去订 如果一台一台去订的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力物力 就是我们直接谈的一台车多少钱 然后总共多少台 直接一共是多少钱 然后直接打给他们 分担到哪台车上 就是他们自己去分配这个公时 包括是配件 不管是这个车是打包叫也好 或者怎么当时这个特殊情况也好 就这一项你们就是怎么去做这个账 或者怎么这200个不可能 这么去做这个东西吧 没有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我们瞎定的 肯定是有标准的 对 因为保育公司是一次性赔付的 后期就是这个进水车 不可能你一次性有可能会修好 还有反攻之类的 后期再有啥问题 我们肯定还给它治保呢 这个隐形的这部分费用 肯定也是在里边的 我车本来没有睡眼情况下 我能买吃死屋 让它不过孙时 车辆这孙的孙时 这东西我觉得您就是说 您车进水了 到赛店一休贬值了 让赛店赔这个钱 我觉得这也不合理 针对王先生提出 赔偿卖车损失的事情 双方各执己见 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并且是我们那个 忠实迷你粉丝的超主 这个先生的超矿 我们也了解 机械性的东西都不受影响 只是说有些轻微的进水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先生的诉求 就是他卖车这个诉求的话 去积极地去跟他协商 这样说也可以 看他后期的再沟通 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